湘波特是在火箭与骑士、国王三封交易中得到的球员。 这笔交易中,火箭送出了乃基斯克里斯和布兰多·内特和2019年首龙小秀权,得到湘波特、斯陶斯卡斯和鲍德勒。 随后,火箭将斯陶斯卡斯和鲍德勒交易掉,也将温宁斯交易到76人。 火箭在交易截止,日行做了三笔交易,送走三名球员。 仅仅只得到一名球员,看得出火箭的演员,非常有针对性。 火箭总经理莫雷表示,湘波特是火箭新领袖的球员。 湘波特来到火箭后,为火箭出场三场比赛。 场均23.3分钟,得到4分2.3200,1.7智光1强断。 投赢命中率为23.5%,3分命中率为25%。 本赛季湘波特的合同,为1101美元,为取合同的最后一年。 从表现来看,湘波特完全没有找到在火箭将冲的地位。 在防守中湘波特非常积极,火箭也让其防守对方的箭头人物。 湘波特展现了强断的敏捷性。 在,弹球的联系。 但是其在进攻关中表现非常不尽于容易。 其进攻的效率,低得让人负止。 而且湘波特用火箭,踏去了自己中纪录的投篮,显得极其不适用。 全力按照火箭的魔朽理论投三分。 但是非常不准。 没有持球突破在伤伤的威慑力。 显得湘波特与火箭格格独入。 本赛季,湘波特为国王出场42场比赛。 其中40场比赛首发。 场军26.1分钟,得到8.9分3.1分2.2分1强断。 投篮命中率有38.2分。 三分命中率有36.6分。 打球命中率有82.9分。 可以说,湘波特来到火箭极其不适用。 一方面不是用火箭的体系打法。 另一方面不是用火箭的人员配置。 火箭的打法非常简单。 就是灯泡组合利用自己的牵制。 为对友创造机会。 对友接受灯泡组合传过来的球。 将球投进进行了。 而在防守端,要承担火箭无限换防的策略。 从进攻端来看。 湘波特在火箭做的事,更简单更少。 主要考验湘波特三分的手感。 但是湘波特没有经测过考验。 表现出极其不适用。 湘波特与火箭、磨合才三场比赛。 可以说样本太少。 但是本赛季只剩下20多场常规赛。 而且湘波特最多只能出战23场比赛。 湘波特在这23场比赛的表现至关重要。 如果湘波特抓住机会。 在最后23场比赛,展现出不错的进攻效力。 那么在进后赛, 德安邦尼一定会给其更多的出场时间。 那么,就像湘波特能得到一份不错的训练合同。 如果湘波特在这23场比赛,进攻效力持续不佳。 火箭极有可能在金融上天放弃湘波特。 确定腾出新丝空间。 毕竟湘波特是大西合同。 火箭试图的成本比较低。 相比在其他球员。 湘波特在火箭的地位, 已经然而是最欲望的。